我先说一下我现在的情况 鞋在情况就是不发烧了 身上也不疼了 但是没有力气 还有照样发炎 而且这个嗓子和唾液全都是红的 真的是通红的 一口一口都红 倒不全是浓浓的血 最起码那血占了三分之一 就这么个情况 但是不影响吃 也不影响喝了 应该是火气大吧 自己是没上火 可能也是因为前两天发烧 引起的这个火还没消退呢 目前是这样的症状 反正也是虚 往这一站一下 就感觉墨虚汗一样 尽管在房间里 尽管东北的房间里边还是够暖的 我还是穿着戴棉袄 还是有点怕冷 还是有一点点烧 我先做个饭去 我们房间一共住四个人 现在在房间里的是 在这个房子里面是两个人 一个是我 冰号还有一个 那个正高烧呢 正严重呢 它跟我前两天的症状是一样的啊 然后那两个呢 一个是先感冒好了 你上班了啊 还有一个是还没这么感冒 只能说嗓子不太舒服 也上班了 剩下来我们两个是不能出去上班的这种类型的 所以啊 我们在房间里面弄点吃的 不管生病也好 还怎么也好 只要能吃一下东西 就是好现象 所以啊 无论如何 我得把自己的肚子填饱 我先煮饭去了 买菜回来给自己做个菜吧 青椒维C含点高 多放点葱 这不是管感冒吗 然后放点肉丝 网友说了 不能吃羊肉 这回买的是猪肉 青椒洋葱 这不是洋葱 青椒大葱和肉丝 我开始做了 油好 放生馅 倒一下锅 然后再放姜汁 哎呦 是香味儿 把那些大葱往里边加了 我的东西就是能吃它的味儿 就什么都不怕 这个锅铲 估计是以前那个 房东家里屋的吧 没有太清楚啊 你看那个废物力量的感觉 我把它洗净一下 给它用 要不然快点点 搭着不过来 要不然快点点 锅那么不开 要不开 点酱油 在里面巴了巴了 这跟非洲一个大魅力别的 不管什么放锅里就巴了巴了 再说别放葱了 再说别放葱了 多吃点葱 就感到有好处了 葱炒打了 再放葱姜了 这葱姜的葱姜 葱姜是不辣的那种 我一定就吃点葱姜 我一会就吃点下面的葱姜 你平均能受我 再扒了吧 炒出来菜还挺多的 大盘 再拔了吧 这盘子类似于不锈的 能用的工具就只有这样的了 没那么多讲究 能吃饱就行 看看这青椒 青青白白的 猪肉都是白的 吃饭了 吃饭 我炒了青椒 青椒烤肉 米饭让我热了一下 先垫不两口 吃点 饿的时候就吃点 饿的时候就吃点 自己盛了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我已经失去味觉了 我只能吃着咸和蛋 还行 不辣 不辣 还行挺好吃的 啥饭 我真的有啥味都吃出来 我闻也闻不出来 这个地方宾馆多吗 说不多 现在没有开了 宾馆都不开了 嗯 你现在发型 现在发烧 现在头都炸毛了 先发烧了 我好了 不难吃吧 嗯 你熬醋了 啊 你熬醋了 没有啊 你闻到酸味啊 我心里熬醋了 熬醋行吗 你弄点醋是 放点什么东西 揮发一下哈 没有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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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以前非电的时候会熬醋吗 嗯 你会熬醋吗 今天要吃一点饭 昨天真的真吃完醋 能吃饭就好吃 你今天赏了还多疼吗 嗯 今天赏了最好的 嗯 你昨晚睡好觉了吗 没有 昨晚很难受 跟我前两天是一样的 我前两天才睡得好 嗯 基本上 我睡了一天两酒 能睡觉能吃饭是好事 我不能烧的力量过 哇 哇 我前两天是因为发炎发得太严重了 睡不着了 折腾了 你今天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 哪都不疼了 哪都不疼了 嗯 不是 防疼 这两天不是肌肉疼吗 现在肌肉不疼了 我前两天什么骨头关节 那个肉全疼 对 我现在不疼了 我现在不疼了 我现在就是关节的 那你怕去等两天 然后咋疼 我昨天前天头疼 嗯 头疼我受不了 我昨天也头疼呢 昨天扔个垃圾上楼都迷惑了 就头疼 又疼嘛又没劲儿 嘘 都不行了 我当时我就开门 我想我赶紧进屋 要不然都能倒了 现在坐那歇会儿好了 太虚 最后闻到了 放了点醋 我挥发 这是醋吗 哎呀 这是醋吗 哇 对啊 滑了 我怎么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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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就知道吃梨 不知道啥味儿